修行人只舍钱不行 还要舍掉这些东西 佛教我们做的 实善 六度 六度的反面 不失的反面 潜滩 我们要把潜滩这个烦恼习气舍掉 要舍得干净 舍得痛快 持戒反面是恶业 恶业的代表是食恶 凡是自私自利的都是恶业 为什么 增长贪天吃 增长我值 这是我们没有办法的清净心 没有办法给解脱的重大障碍 你不放下怎么行 忍辱的反面 是天会 是极度 必须放下 菩萨六波罗密 我们为什么修不成功 就是他的反面 我们没有把它除掉 钱他没有舍掉 怎么能不失 恶业不除掉 你如何能持戒 极度 天会不除掉 你怎么能忍辱 懈怠 懒散不除掉 你怎么能精进 散乱的心 胡思乱想不除掉 怎么能得定 鱼翅不除掉 你怎么能开智慧 所以要晓得佛 怎么教导我们 我们应当如何来修学 佛是慈悲到了极处 怪我们自己不认真 不好好的学 所以我们成不了菩萨 成不了佛 念佛功夫不得力 无量劫来我们的这些原野 沙业如何彻底地化解 若非蒙佛 就把无难 要不是蒙女儿给他修佛 他没有办法解脱 地狱苦报够他受的 地狱里面罪报 收满了之后 还要堕恶鬼 畜生长债 这命债怎么得了 你所杀害的众生都要长债 欠钱的要还钱 欠命的要还命 过去安氏高大师 在中国两次长命债 传记里头有记载 这两次的命债 过去是他误杀 不是有心杀的 误杀还是要长债 这两次也被别人误杀 因缘果报丝毫不爽 我们要觉悟 如果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脱离不了六道轮回 换句话说 我们过去这一生 跟众生所结的这些冤业 要知道 统统要偿还 这怎么得了 哪一辈子才能够还清 我们不能不觉悟 不论你学佛不学佛 这是事实 谁都不能够避免 谁都无法逃过 我们明白这些事实真相 唯一能够救自己的 能够度众生的 把无量劫来这些冤业能够化解 只有一个方法 求生净土 生到净土之后 我们有能力每一天上功诸佛 下化众生 将所及的一切功德 回向给无始劫来冤金债主 帮助他们破迷开悟 给苦的乐 才能将无始劫的冤业 把它解除 化解 除这一个方法之外 决定找不到第二个方法 所以诸佛如来劝导我们 要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求生净土 就是这个道理